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半了 最近她对我越来越苛刻了 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 什么想法都要我按着她的来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不是啊 我时间都给你算得好好的 你现在搞到现在 你看起点了 临时有点状况 临时有点状况 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 这衣服太丑了 我不要 这件衣服呢 这衣服都不是我风格 不是 我给你买什么你都不要 这衣服挺好看的 我不要你衣服还有错了 不行 听我的买买买 就买这个 那我就不要 你看你今天穿的一样 我穿的这样怎么了 不是啊 你穿的能不能像个女生一点啊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 你现在嫌弃我是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嫌弃你啊 你每个人都要做点改变的好不好 不要整天穿的 跟我的衣服一样行不行 现在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很多事情他说的 我根本就说不过他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他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是强势吗 还是对一段爱已经厌倦了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王22岁来自安徽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鹏 同样22岁来自江苏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位啊 是同学吗 是同校 校友 校友啊 对 我师姐 恋爱几年了 师姐 恋爱一年半 师姐先追的师弟啊 不是 她先追的我 追的时候没那么大脾气啊 对 追的时候可绅士了 追到手了呢 追到手之后整个人就跟变了一样 特别大男子主义 什么事都要我听他的 你说我也是个人 我也有自己想法是吧 我不可能说什么都听你的 不听他就发脾气对我吼 是吧 师姐 我没有什么事都对你吼好吧 你还没有吗 你不记得那次跨年的时候 就因为我迟到个几分钟 你就骂我是不是你 因为什么迟到 怎么迟到的 为什么迟到 你说出来 那当时不是因为 你大概12点到 我大概8点钟就出门了 我说先去吃个饭 吃完饭来了之后 我说还有很多时间 我自己去看个电影 先打发一下时间 结果她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我没看到 在电影院的话要静音 我就因为迟到了个几分钟 过去之后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 就对我吼了 不给我留点面子吗 不是 你是几分钟吗 18分钟 真的18分钟 跨个年迟到18分钟 我从55 硬等你的 是不是 11点55等你等到那个时候 那你当时都精确到10点17分 都精确到分让我出去 不是啊 那我精确到分有错吗 我精确到分你会 你会蓝点吗 我哪可能有这么精准的时间 你这样来要求我 那太过分了吧 不是啊 你按照我的要求来没有错啊 本来 你来了你就不会迟到啊 对不对 按照我要求本来也不会迟到 你不按我的要求来 你是不是迟到了 那你算那么清楚 你怎么没算到当时地铁关了呢 我算到了 你算到你咋没告诉我呢 没告诉你 阿姨 不是矫情嘛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跨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开心 对啊 两个人 是啊 跨年本来就是 开不开心 不开心了 不开心了 不开心就分手呗 跟人发什么脾气啊 就十八分钟嘛 矫情的真是 你也是 就这种男朋友 还不翻身就走 还有什么好听啊 他强势 胜不了你走啊 他平时也不是这样 之前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所以你宠着他呀 接着说嘛 本来跨年是 就冲着开心去的 我说 那我给你道个歉吧 不依不饶 非要跟我讲道理 说你怎么怎么样 我不是因为 因为你迟到 而是说 你没有按我说的来 你按我说的来 保证迟到不了 除了这个 你说你买个耳钉 你说自己一个男生 不好意思去 那时候特别开心 我说我带你去吧 走到那边 没买成还来过 事情不是这个事情好吧 你有强词多理 我在里面买耳钉 是你带我去的吧 我就挑中那一个 我说挺好看的 他说丑 然后其他的 我问这个可以吗 一般 这个可以吗 还行 这个可以吗 还行 你都这样 你让我买什么 那你自己买耳钉 不得看你意见吗 我本来就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啊 你说你带 你是不是说你带我去买耳钉的 然后在那 然后又不给我出主意 那干嘛呢 你是就出主意了呀 你就出了一个主意啊 丑 对啊 我看着丑 就是跟你说了呗 我就觉得那一个好看 那你觉得好看你就买呗 强词多理 你说我强词多理 你说你当时 直接甩脸子就走了 我当时可尴尬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然后我为了缓解尴尬 我就说你把雨伞带着 理都没理我就出去了 不是啊 首先我没有听见你说什么雨伞 其次 我在那是不是给你使了颜色 那里面就是 萧盛人员特别热情 我买也不是 不买也不是 那里面东西吧 看着感觉特别刺 然后价格还特别高 我花那个冤枉钱干嘛呢 我花那钱 还不如给你买个口红呢 你说是不是 那你直接说不买不就得了啊 那你为啥 非 非要给我使颜色呢 靠这张脸嘛 那你这样直接走掉 你觉得你这张脸还有吗 那你给我一个台阶下不就行了吗 你咋不给我台阶下呢 我给你挤眼色 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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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吗 那我没瞅着不行啊 继续吧 还有什么大脾气 还有就是他自己唱个歌 我说我不想听 不行 我得听着他唱歌 还不能讲话 我自己听个歌也不行 就直接就吼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唱歌 那我就不想听了咋的啊 不管是谁唱歌 你最起码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 我在那儿唱个歌 我唱歌的时候 你要么是不是把耳朵堵的 要么是不是带着耳机 不听歌 要么是不是就跑出去了 是你吧 没错吧 那我不想听还不行 我连不想听的权利都没有 不是 一次两次伤害我的心啊 我怎么就伤着你心了 你自己唱歌难听 你不知道啊 我唱歌真没那么难听好吧 我就不能昧着良心说你唱歌好听 行 师姐有道好 我现在明白你们俩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了 看来不仅仅是男生弄你的 你弄他也毫不留情啊 挺好的 来吧继续吧 还有什么要控诉的吗 平时就必须得听着他的 他说啥都只是通知 我没有什么事都通知 我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着来 对不对 你是商量吗 就比如说唱歌我说我不听 然后你就骂我 我要是听了才行 那我是真的不想听 那你是对我那个伤害好不好 那哪是伤害了 我唱歌你不听 你干嘛还堵着耳朵 我哪里堵着耳朵 你唱的歌我都不知道歌啥调了 我自己戴个耳机听听那歌啥调不行吗 你是都会刺激他呀 又把这事说一遍啊 来 你有委屈吗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有一次在打个游戏吧 晋级赛 真的晋级赛 我在那打得很认真的时候 他啪啪地打我脸 一直在打我脸 是不是你 我那是逗你啊 我都没有打得特别重 你刚开始还笑呢不是吗 我什么跟你笑啊 你打我脸我还得跟你赔笑 我笑你能不能支点圈 你就不打了好不好 你啥时候说不让我打了 你直接说不行 结果他倒好 一巴掌撸我脸上了 然后我当时有点懵 他就太突然了 五人云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行 你还成吗 那我哭还不行 他说你又怎么了 你哭啥有啥好哭的 就这样 对啊 你哭啥呀 对啊 你哭啥 那你打得太突然了 我还不能哭啊 我那几巴掌还不能哭 你那巴掌打得很呢 哎呀 你打我我就不能打你 说到哭我真的想想 他这个人真的就是 因为什么小事他都能哭 我上一次就是到饭点了 我说给他点完卖吃 我问他 我说你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他说随便吃什么都行 那行 那我就随便给他点 我还特别 在两家店各点了一份 我怕他不爱吃 我说你爱吃哪个 你吃哪个 你不爱吃那个 我来吃 可以了吧 那倒好 他每一个都吃了一小口 然后在那哭 为啥 那饭太难吃了 就难吃到哭是吗 就是 哎呀 你真是个表情包 这个形容得太好了 饭太难吃了 难吃到哭 就是当你有时候 就是特别饿当时 然后就想对那个饭特别期待 然后突然发现太难吃了 就有点难过 我就没有理他 然后我也没怪你 我说你点的饭多难吃多难吃 你是不怪我 你在那儿跟我打冷战 在那儿哭 你还不如怪我呢 那我也不是不想跟你吵吗 我不理你也不行 你当时又 是不是又冲我吼来着 我没有冲你吼 你还没有冲我吼呢 那是 你当时好像就怪我 我说我自己冷静一下也不行 我在安慰你啊 你那是安慰啊 大声的安慰而已 可以吗 那我不想要 我想要小声的安慰行吗 那你为啥 一份饭哭呢 我问你啊 你哭了吗 你哭 我能大声来安慰你吗 可以 可以 女生你知道吗 这对她来说也太突然了 就像你突然一样 让你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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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哭了 男生想的是 我多费心啊 两个店点的外卖啊 那是我的心血是吧 真的是 哇 难吃 太难吃 太难吃 两行累下来了 还哭 弄死你 太一段了 你们俩太一段了 我从来没想到 现在谈恋爱能谈成这样 你们俩的 真的是很难过 对对对 他不分场合你知道吧 对对对 你们俩都叫突然你知道吗 他叫王突然 你叫彭小泪 这挺好挺好 来 还有就是 太喜欢他了 我真的是跟他一起出 就是每次跟他一起出门吃饭 我真的心累 心累 特别累 我只要一大大出门吃饭 三个点 是用来逛吃哪一家的 就前两天 我们刚来天津的时候 然后吃什么 然后我们在周围逛了好大一圈 真的好大一圈是不是 我们逛了好大一圈 然后呢 我问他吃这个是不是 然后我们硬找 找到了第八家 说再往前走 走到前面的第八家 去吃哪家 走到哪家 他还变管 是你吧 再走到第八家 然后你吃了 然后到里面吃了那个叫什么 饼啊 凉皮跟肉夹馍 然后吃了一口 哎呦我的天哪 他就在那在那跟我诉苦 从中午到晚上 我们就吃了那一顿饭 因为他不让我吃 我每次跟他出门吃饭的时候 我都说 要不然我自己先垫点肚子 然后我再陪你慢慢找 可以吗 不行 干什么都要 都要跟他一起找 然后找到最后 然后什么都不好吃 那你别吃饭了 你看你现在瘦成惊一样 对 那挑食还不行啊 不是你挑食 你挑食就有点过分了 而且他这个人特别纠结 你知道吧 就是买衣服 他看这个款式 他说 这个款式还可以 我说那买啊 他说不行 这个颜色不好看 颜色不好看 没关系 我问服务员还有没有别的颜色 服务员把那三个颜色 全部拿出来了给他看 好像有点不太好看 不是啊 那件衣服也没多少钱是不是 你买呗 你喜欢哪个颜色 我给你买哪个颜色 三个颜色都喜欢 咱就全买 可以吧 那我三个都不喜欢呀 你说你喜欢那个款式 然后逛到最后 女装店她绝对不逛了现在 她现在只逛男装店 逛男装店 不是给你买吗想着 你想着给我买吗 你自己不也在试吗 那男装我怎么试啊 你现在我问你啊 你现在夏天的衣服 是不是全部都是男踢 那我还说呢 我现在穿衣服 嫌弃我 那天跟他一起出门 说我穿得太男生了 我就穿了一个长踢 加一个破洞牛仔嘛 说你这穿的啥呀 我说我同学说挺好看的呀 然后这就得了 非要给我买 买那种特别女性的 小裙子啥的 我说我真的不喜欢这种 他说不行 你就得穿这种 那我不能有自己想法呀 我不喜欢穿就是不喜欢穿 干嘛非得强迫我呢 不是啊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的吗 你现在又来说 嫌弃我是什么意思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比现在稍微好一点好吧 有好毛病一直是这样 跟着你之后 添了多少毛病啊 你得反思啊 我真的 真的就是觉得他有点 跟哪一生 你说他唧唧歪歪的 我觉得真是 他穿得太男生了 你说一个女孩子 跟我走在一起 像个女孩子一点好不好 就你看 穿这身裙子 还可以吧 这件衣服还是我挑的 是吧 那你不就是嫌弃我吗 嫌我不女生 那你跟别人女生的人 在一起去啊 那我衣服你还穿呢 不是吗 那我不是因为想把你的衣服拿过来 然后不想让你穿那件 你就是看着我衣服好看 结合女生吃饭如此挑剔 和这两个人的身材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们其实特别 就是这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特别适合他们 叫筷子兄弟 瘦瘦的 还吵啊 还说相声 还有别的吗 之前的时候 我那个一起跟他去学校有点事 在大路边上 我也忘记当时为了啥了 就一点点特别小的事 然后当时前面人特别多 下着雨打着雨伞 直接把伞撂呢就走了 然后我把伞捡起来去 灰溜溜地去追他 我说你咋了 他说我说这条路这样走 就是这样走 废说我说的是不对 我说那我不能疑惑一下吗 然后再怎么样 你把伞直接丢在那就走 我哄你也哄不好 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不是啊 你跟着我走路 走错过路吗 走错过 那也是个别好吧 你这样打我脸真的好吗 我带你走错一次路了怎么了 而且那次的确没有走错 你在那说什么呢 你一件事跟我反复地说反复地说 你就在我耳边像小蜜蜂一样 难不难受 我当时没说啥 我当时没说啥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 你不就急了吗 不是一句啊 当时就说了一句 那就算一句 那你也有空说吗 那你也没必要把我一个人甩在那 而且我都追上跟你道歉了 你还不原谅 后来也原谅 后来好像还给你把红包 那你为啥当时不能原谅呢 什么事就当时当时 我们当时先把道理给讲清楚好不好 那讲感情的时候你讲道理 那我听得下去啊 你说你把钉子钉在了墙上 你再拔出来 那不还有个洞吗 有洞拿拿拿水 你补上不就行了吗 那能一样吗 那我不拿口红也给你补好了吗 你现在还在说说说说说说干嘛 他只是人他要怼我 他就是平时就这样 我已经习惯了 你们俩这样怼了 就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过生日 还要他跟你说他过生日 在一起一年半了 连我生日都不知道几月份 当时说买礼物 我说我不要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都是学生 就也没啥钱 我说我不要你礼物 他说不行 你必须得要 我说我真不要 他说我已经给你买了 在哪呢 哪个网站上面给你买了 那我寻思着自己偷偷地 登了他账号去看了一眼 啥都没有 没有 你说那干嘛 这事你太突然了好吧 我过生日那你应该记住 哪里突然了呀 不是 你过生日就过生日 你提前通知我两天好不好 我也想好了给你买哪件了 你有没有看到足迹二字 足迹里面有 你当时你怎么这么能说谎呢 你当时手机上连这个软件都没有 还我自己又下的 我电脑上有啊 别骗人了 我真的在给你看了 我后来是不是也给你补偿了 什么都后来补偿 你当时不能好好的吗 你还没买 不是 你生日你首先你没有告诉我 对吧 你没有提前告诉我 我后来得知 我当天得知的 我当天好像还带你去逛街了 有这回事吧 当天逛街还骂我 就因为我穿那衣服 我都气得都喘不过气了 那边还骂着呢 那我当天带你逛街了对吧 我带你逛街 我说给你买东西了对不对 那你说的那种东西我不想要的 你为啥不买我想要的呢 你买东西不就让我开心吗 什么都是你想要 你怎么不想想 你看一下世俗的眼光好不好 你不要跟一个上仙一样好不好 啊 我们下班 那我有自己 好不好 我有自己眼光怎么了 现在朱仙台你跳下来 我们一起到凡间去过日子好不好 你不要再天天跟高高在上一样好不好 我哪里高高上上 是你好吗 你是按照你的想法去要求我 是你最近在改变了好吗 半年前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 你说你刚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多绅士 我现在也很绅士啊 哪里生事了 这 看他就这样有嘴滑舌头 我都不知道他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 不是啊 我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没有什么大事对吧 他非要带我上这个舞台 非说我天天惹他 我跟你吵 啊 我们留给更需要的人好不好 啊 嗯 我们俩没什么事啊 我都跟你说了 你改的你咋不改呢 那你天天吼我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啊 我改啊改啊我真改 你说你改就改啊 你刚开始还跟我说 戒烟那事你知道吧 刚开始跟我说 亲爱的 你管着我抽烟吧 我要戒烟 我说我不管 男生这话都骗人的我才不信呢 他说不行 你得管着 吸烟对身体不好 然后后来我就说那管吧 我刚开始想说一天三四根 他说不行 你得慢慢来 我说那成 那就一天七八根吧 管到现在 就前两天还吵呢 我说你不要抽烟了 他说你干嘛 我最讨厌人家管着我了 是不是你 首先啊 这个事情不是这么个事情 是什么事 我说你管我抽烟对不对 那你管我抽烟 你就好好的管好不好 你不要每一次 在我想抽的时候 就管我抽烟 那你天天都想抽 咋管你啊 他那话的意思是说 在我不想抽的时候 那我还管啥呢 你说你就不让我管就得了 你让我好好 就是我抽烟 你给我一个量 你不要就是说 我跟你量了 一天七到八根还不行吗 真不是 你说的是七到八根 你每次最多给我抽三根 我每天都躲在厕所里面抽烟 那你偷抽的我还不知道呢 他后来怎么说 我走在马路上 我点上一根烟 他跟我说公共场所不要抽烟 我跑到厕所抽根烟 哎呀你身上怎么一大股烟味 身上有烟味也会 也会是二手烟的 你上天上天上天 我是凡人 我是凡人 你这点事你不要说了好不好 你刚开始是跟我说的 管着你抽烟 我本来说不管的 你说不行得管着 然后后来说管你 你又不让管 不管我就说那我不管了 你不行 你还说不行 还说得管着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我管还是不管 我可以问两句了啊 他可怕就是跟我这一年多的恩怨 他就想今天把发泄出来 然后跟大家说 让大家来一起损我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不是你想干嘛 我就是想让他改改脾气 有时候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你们俩还想在一起吗 他如果能改的话那可以 他要一辈子就这样了 那就没办法在一起了 你尊重这女姑娘吗 我尊重她 你确实尊重她吗 我确实尊重她 尊重且爱着 她不让你抽烟你能戒吗 烟吧这种东西 其实说戒 她以后还会迟到 你还会发脾气吗 我真的不是因为 她每一次迟到都发脾气 那一次你说跨年是吧 零点 不懂 可能我们年轻人 我们老年人 确实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事 这个你得原谅我们年纪大了 对吧 这你不能强制要求我们 耳钉那个洞是谁打的 你打的 他自己打的 你自己打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买耳钉的呢 不是啊 就是之前买耳钉 都是去那种小食品店 然后那天去了一个大的食品店 就是那里面 没有一个男顾客 我一个人就不好意思进去 然后他就 你都好意思打耳钉 都打了耳眼了 你还不好意思进去 就是那里面太粉嫩了 然后他说带我进去 就你都想粉嫩了 然后你又怕粉嫩 你也够那个什么的 纠结是吧 这个词 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想啊 你是不是觉得 其实这样吵不伤感情 我觉得不伤感情 挺有意思的 对 还特别幽默 对 你看我就这么想 但是他不觉得 天天他那么怼你 你也觉得好吗 还好 所以你们俩的互动模式 就是互怼呗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你跟他一年半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现在特别同情他 你知道吗 我一开始特别同情你 我现在特别同情他 他就是这么一样了 是吧 就是 再换十个女朋友 你也是这样对这些女朋友的 对啊 我这就是真情在啊 我明白明白 你们俩来干嘛来了 我小时候看他能不能改啊 你觉得呢 现在看来改不了了 啊 来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的恋爱有什么价值吗 你们从彼此身上 从这段所谓的恋爱当中 吸取到了什么营养吗 有什么进步吗 有 有什么进步啊 跟他在一起 我真的有好好学习了 我现在从来不旷课 他每天带着我学习 所以我真的不想跟他分手 他也 有时候也教会我一些事 不迟 他还教会你事别迟到 18分钟绝对不行 18秒可以原谅 在我听起来 你们的恋爱 真的没有什么营养 我不知道你们 爸爸妈妈知不知道 你们在恋爱 知道 知道你们家人也知道啊 知道你们每天 就这样吵吵闹闹吗 就芝麻大点的小事 就天天争吵 老师我真的不是天天跟他吵 你看你们上场都吵成这样 那在生活里吵成啥样啊 家长要看得多难过呀 我们的孩子 在这样青春的年华 好像就没有正经事可以干了 就是吵架 就是彼此的 对彼此的一些 小的问题上的不满 唇枪舌剑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 我觉得无论我们是恋爱 还是友谊 还是共同合作一件什么事情 要知道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更美好的感受 更美好的生活 我在你们身上 一点都没有看到美好 按道理男孩子高高的 女孩子也很小巧 本来是一对碧人 但在一起呢 虎角蛮缠 彼此消耗 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 生气生的 就被他饿了 被他饿了 也是自己把自己气的 我总觉得不健康的 没有营养的关系 就不应该继续 只能彼此消耗 我建议你们分开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徐总 男生一个问题 上台为什么你要抢着说 她是你师姐呢 显示她更高尚一点 是显示她更高尚更成熟 还是显示你更有本事 你刚才表现得很夸张 你知道吗 夸张到我觉得 你在你们俩的生活当中 像一个小丑 你以为你很自信 你以为你很强吗 好在最后还说到说 哦 原来我这个师姐 帮助我把学习表好 你学习是不是很差 你还居然在这里在说 我现在都不框课 你脸红吗 如果你不觉得脸红的话 我觉得你很悲哀 你好歹你遇到这么一个师姐 还知道照顾你 还知道忍让你 那些无理的要求 可惜她忍让的不对 因为在你种种的 所谓的表现自己的同时 你是在伤害着对方 你有在乎她的感受 当你在做各种选择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乎她的感受 在选择一个方向的时候 她只是说出了 是不是往这边走 你说一定要听你的 你有没有在乎她 虽然她有一些小问题 她要撒娇 她需要你的关怀 但是她真只是需要一个口红 就可以吗 当你把手打在她脸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心疼 看到她哭的时候 你觉得你在做什么 你在大声的安慰 亏你说得出来 种种的细节活 不觉得你爱上这个女人 你只是在利用她 利用她把自己的学习抓起来 利用她可能在显示你 种种都是说 你所有的这种自在骄傲 都是建立在她 忍让痛苦的基础上 有爱吗 没有 我就不知道女生贪图她什么 高高大大 说话幽默 还是贪图什么 你缺这样的一个伙伴陪你玩吗 你就在荒废自己的青春啊 你想说什么 我说她有时候就是之前办事 还是挺靠谱的 她哪件事靠谱 你说说看 刚才你所说的一件事情 哪件事靠谱 就比如我朋友来的时候 她会就是对我朋友照顾的 也特别好 然后呢 转门身就能把手打在你脸上 我觉得她把你的朋友照顾好 是一种自我实现 自我感觉良好的体现 她需要从你的朋友的嘴里 说出她的好 那是她在体现自己 不是爱的 爱不是说在朋友面前 表现出对你有多好 而是在没有人的时候 在你最痛苦 不愿让别人知道的时候 她会给予你安全感安慰 她有吗 过度的所谓的表演表现 只是掩饰她内心对你的不安 仅仅如此 你够糊涂的 尽早觉醒吧 你尽早好好把学习弄好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附老师 前半段是在争吵 后半段就完全是表演了 尤其是男生 没非色物 你自己清楚 你刚才所说的话 有多少是夸张 人来风 你们俩很有意思 但有意思 不代表有意义 如果彼此第一次争吵的时候 扬起手要打 可能第一次也许就打下去了 到第二次有点心疼的时候 到脸上的时候 就马上就戛然而止了 她打不下去 因为有爱了 到第三次就能攥着掌心 连手都不会扬起来了 这就是性格磨合和吵架的效果 是什么 而你们不一样 反正就两个人吵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每次呢 还能够重复的去争吵 那你说你们俩之间的这种互动 对你们将来的感情 有多少帮助 没有 所以说 当两个人回顾过往彼此之间的一些东西 都成为一种笑谈的时候 没有一种感慨的时候 那你们在一起谈的这些日子 都是荒废的 没有刻骨铭心的刻在彼此的心上 好吧 没脸迷皮的争吵就不要再继续了 因为给你们留下不了什么记忆 也没什么帮助 所以我建议在60秒的时候 你们回顾一下过往 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有 再尝试 如果没有 那就分了算 对 你们俩有很多的争吵 为什么老师们会说没有意义 在我看来就完全没有尊重 这所有的事件发生的是 你不尊重他 他不尊重你 你们两个人心里面没有尊重 你何谈爱 你们冷静下来看看 怎么使用最后的60秒钟吧 好不好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方红糖 真情60秒 我们俩在一起了一年半了 说实在的 多多少少也有感情了 刚刚老师说不尊重 可能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到尊重是什么的 我觉得我对你可能还有那种感觉 真的 真的 我知道可能这一次转身你就跟我说过外了 以后多吃点 别那么瘦 以后 能不能不要跟我分手啊 我敢 我真的我都敢 行吧 回吧两位 谢谢你们 好了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掉 想跟他说就跟他说 想追他就追他 我觉得 可能我自己还不够强大吧 真的 没事 就当一次成长吧 谢谢你能来 请回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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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摔跤的时候 摔着爬起来嘛 胆胆土 想想为什么摔 接着往前走就好了 说不定啊 说不定啊 每天在校园里 又看到这对手牵手走在一起了 这就是生活吧 来了解